要變成橫向的喔 有沒有 你會發現他是照前孫禮周五正王 OK 那他的規則一定是每20個 每20個 所以呢這個是20的0倍沒有 加上20的1倍 2倍 3倍 以此類推 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當然 重向 8的1倍 8的2倍 我跟你講 8的0倍沒有 1倍 2倍 3倍 以此類推嘛 所以呢我們一樣的步驟 先產生縱向1到160 那怎麼做呢 一樣嘛 先等於 等於什麼呢 等於他 A14打個勾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一樣1到8 可是向右的話也是1到8 這個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是什麼呢 再讓他加上什麼呢 倍數有上面來決定 所以 他 特別注意喔 先把他減掉 因為他 8的0倍 所以先把他 先減掉 所以減掉 然後呢 先因為要先減再乘 乘上8 有沒有 剛剛那個邏輯蠻像的喔 所以以後啦 像我的習慣管他 反正就套公式 以後呢 我要什麼 我就套一樣的公式 結果就一定做得出來 再來要做什麼呢 把 13列 跟A欄 13列在哪裡 13列在這裡 所以把13列前面 鎖一下 在A欄 前面鎖一下 好 這樣的話打個勾 向下 向右看看 會不會剛好到 160呢 放開 有沒有 123 7 8 有沒有 他就照這個順序排列了 排列完之後呢 再來一下 把這個公式 怎麼樣 減下來 插入那個剛剛的MID 不過最近有使用過 這邊有個最近使用過 這比較快 最近使用過MID 來源 一樣是A1 一樣F4 先鎖起來 第幾個 貼上 剛剛的東西 要幾個字 一個字就好了 按個確定 向下 趙前孫里 周吳正王 有沒有 向右 到貨 放開 一樣把它置裝好了 OK 有沒有 照 都縱向 好應該可以了解我在做什麼啦 那 當然 待會的話呢 做完這個之後的話 再做個變化 還有變化 前面 九十什麼還記得吧 我們用到那個Curen跟肉函數 有沒有 所以請各位等一下 一樣 在第22列 上面不要1到20就不用了 直接請你在 這個底下 2468 8列 然後8 20欄 直接呢 用所有框線 如果 上面沒有 任何 的 編號 左邊 左邊也沒有任何的編號 但是我們一樣可以把它做出來 為什麼 因為還記得吧 我們如果用 後來好像九十八百 有用到一個什麼 抓他的Curen 跟他的肉啊 有沒有 Curen跟肉 如果你覺得這樣太混亂的話 你也可以換個方法 乾脆這邊把他拖拉 這個把他拖拉按Ctrl鍵 乾脆另外齊 這邊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COLUMN and Raw 這個兩個函數好像我們前面有講過嗎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 乾脆不要在這邊列一下 把它分開來好了 這邊取消框線 無框線 那我 這個是 橫向縱向 那Curen跟肉的話 請各位就是 這一列 這一列把它刪掉 這個不用 然後呢 這一欄 我也不需要 把它delete這掉 那我希望呢 可以在這裡面顯示 delete這掉 但是呢 要用什麼 就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在那個 檢視與參照裡面 有一個Curen 跟肉 OK這兩個其實也可以做出來 就完全不需要再編號了 否則的話有的時候你剛好你工作裡面 那個來源啊 上面根本不會有標題列 標題欄這種東西 那怎麼辦 你可能要用這兩個 請各位先試一下 就是這個 先下方這邊 先把它改成縱向 畫面先還給各位 你待會可以 把剛剛的mid好了 一許剛剛把它分開來 複製按ctrl鍵拖拉 它會複製一個 Curen 你把它改成叫Curen跟肉好了 那上面的編號刪掉 下 右 左邊的編號也把它刪掉 那留下什麼 留下這個 那 一個這個表格裡面呢 我如果在沒有 編號的情況下 要怎麼樣可以產生我的 1到 現在也是橫向好了 1到 106的編號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插入什麼 插入 顯示與參照裡面的一個叫Curen 沒有S Curen 它會自動幫你去 找到 你目前這個儲存格 在哪一欄 那因為在b的話 它回來會告訴你2 它不會 用文字 它會用數字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當然你這樣確定 它會跟你講2 向右的話呢 2到 21 不過我要的是 1到20 所以怎麼辦呢 把它 減掉多少 減掉1 不就好了 打勾 1到20 OK 那向下的話呢 它還是1到20 可是我要的是 向右 1到20 向下 到160 這個列 加20的1倍 這個列加20的2倍 那當然第3列本身是不加 這個20的倍數 所以呢 要怎麼樣加倍數喔 一樣的道理 可以在這個後面加上 那我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肉函數 ROW 前面我們用過這個 小瓜糊 它會抓到現在你儲存格所在的列在第3列 那第3列本身是不需要 加上20的倍數 所以你在哪一列 你就 減掉它的列數 並且先 外面先加一個小瓜糊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要先減掉之後 再乘上20 那這樣他下一列第4列就會乘上 4 減掉 3 剛好1嘛 1乘上20 剛好不是1倍 5的話呢 就2倍 3倍 意思類推啦 所以到底差不多一樣 打個勾 試一下喔 這個結果應該就出來了 其實有點像套公司啦 向右 向下 放開 1到160 其實這個做出來之後 你可以跟剛剛一樣 把它減下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最近使用過的密的函數 來源在這裡 F4 把剛剛的star number貼到 這個地方 Column跟Raw 幾個字 一個字 好按個確定 向右 向下 放開 結果一模一樣 有沒有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 你上面不用編號啦 不然有的時候你要 就沒有編號怎麼辦 你剛剛用Column跟Raw就好了 再來的話呢 下面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delete掉 這個也delete掉 不過你delete掉就說馬上就亂掉 因為他一定要有編號 但是呢如果我們在沒有編號情況下 我希望呢 一樣 照前瞬理就 把它往下 是 重向的排列喔 OK 那這個其實如果你會在上面的 下面應該也會了 只是怎麼做 我來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